- 嗨 大家好 我是Niko 我這一次要來開箱分享的是購物影片 欸話說回來我已經很久沒有分享購物服飾的影片 就是任何關於購物的分享 所以我這一次打算要來分享一下我近期購買的服飾 如果想看的話繼續看下去喔 那我這一次在曼杜莎的官網 他官網終於出來了 他官網購物真的非常方便 因為疫情的關係現在基本上都是在網路購物嘛 那他官網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新款的衣服 而且每一個model穿出來真的都超漂亮 真的是會讓人家覺得說真的怎麼辦 荷包不飽了 這次我總共買了6件衣服 那他滿3500話就有送小禮物 小禮物他的包裝非常的精美 來打開給你們看一下 超美的環保餐具 而且他是不鏽鋼的 有刀子叉子 湯匙還有點心湯匙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實用喔 欸那我趕快趕快 開箱衣服給你們看 那這一次呢 他們呢 有用防塵袋 而且它防塵袋是有點厚度的喔 我防塵袋其實我自己基本上都會把它存留起來 因為旅遊的時候使用非常的方便 可以放在行李箱裡面 讓衣服可以保持的完整 是不是很棒呢 所以呢 防塵袋千萬千萬不要就把它丟掉囉 除了包裝很用心以外 收到包裹的人 消費者也會充滿的 愛心噴發的那種感覺 而且他這一次有附上 相片卡 感謝卡上面會有噴上精選的香氛喔 其實呢 曼杜莎的衣服 都是台灣製作的喔 我覺得他們車工真的是非常的細緻 在版型上面也做得非常用心 我之前有買了好幾件他們家的衣服 但是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放上去一些資訊 因為畢竟已經是過季的去年的東西了 所以可能也買不到 但是我可以放上照片給你們做參考 褲子的部分讓我最驚訝的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褲子的彈性 版型 真的是完全符合我這個大屁股 就是那種酪梨型大屁股的人 他的版型除了做得好 褲子又有彈性 這樣完全做下來的時候 該逼不會卡卡的 在設計版型上面 還有車工啊 布料的選擇 都是非常的用心喔 所以你們想要親自去摸摸看他的實際的材質 趕快去趕快去 我會把最新的資訊放在影片下面的資訊欄 讓你們做參考喔 你是不是小相控啊 小相控的話不要錯過喔 你看這個 這一件衣服 他是毛泥的襯衫 毛泥的襯衫呢 其實很少會見到這種霧霾籃的設計 通常都是設計黑白色的居多 而且他前面還有做口袋 他這個是真的口袋 是可以放東西進去 這個不是假口袋喔 他在細節上面 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我這件真的超喜歡的 如果你是小相控的話 真的一定要把它避收起來 而且他還有一整套喔 他還有裙子跟褲子喔 再來就是這一件 褲子的 同系列的 他顏色真的是非常好看 他們就是有特別為大家設計 著想到有些女生呢 他可能不穿褲子 或是不穿裙子 想要去比較正式的場合的話 就可以穿裙子 所以呢 你就有兩種選擇 想要穿裙子 就買裙子 想要褲子 就買褲子 我覺得真的很棒 而且呢 他的褲子喔 是有口袋的 而且他的整個拿起來的分量呢 是有點厚實的喔 後面他也有口袋喔 最主要呢 他裡面的內襯啊 做得非常的細緻 他不是那種 用那種便宜的布料去做 所以他穿起來 他是真的非常的輕膚 他車工呢 也做得非常的好 車工細緻 欸 那裙子的話呢 約會啊 或是正式場合的時候 都非常適合 那你看裙子的部分呢 也是同樣的款式喔 他的毛泥也是一樣的顏色 重點他就是A字裙的設計 所以呢 跟我一樣是酪梨型的屁股的人喔 真的一定要穿A字裙 他前面的口袋呢 也是真的口袋喔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家有一些裙子或是褲子 他們都還會有加一個隱形的按扣 可以讓你就是 坐下來的時候呢 不會突然拉鍊就這樣往外開 就變一個歪 之後你還要自己偷偷默默的 把那個拉鍊給他拉起來 他就是完全幫你就是扣住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貼心 我覺得很喜歡他們的衣服 真的不是沒有原因 所以這一款A字裙呢 穿起來的話就是會讓你瘦瘦瘦 真的就是屁股可以修飾 讓你的下半身會變得比較有曲線好看 其實曼杜莎的衣服呢 像舉例毛泥的 他就可以是很百搭的一套 裙子上半身就可以搭配自己的上衣襯衫去做搭配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百搭 而且完全也不退流行的 還有這一件 如果你也是襯衫控的話 一定要買起來 這件襯衫呢 是真的非常有設計感 他就是遠遠看很像是鏈條 但是他近看的話是皮帶 我覺得他的配色設計啊 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他是非常有設計感 讓我覺得就是穿出去外面啊 是讓人家是回頭率還蠻高的 他是學紡紗 但是他是做得非常輕膚 他裡面的車工呢 也非常好 而且下半身如果你搭黑色的褲子啊 或是其他的裙子 其實都蠻適合的喔 沒錯又是來一件襯衫 好啦快要快要結束了 這件襯衫呢 雖然是感覺有點像是豹紋 確實啊 他有點就是咖啡色藍色黑色去設計出來的圖案 那我覺得他是一個走標柔美系列的 因為他的胸口這邊呢 他是做一點荷葉邊的設計 那他前面呢還有兩條是可以讓你綁一個蝴蝶結的 所以有一些穿襯衫他會用一些就是領巾啊 四巾來做搭配裝飾嘛 點綴這樣子 那有了這一件之後呢 其實真的完全都不需要做任何的裝飾點綴 他這一套直接幫你配好了 而且他顏色是非常的百搭 而且他的觸感啊 他是雪紡材質 他的親膚度呢更好 穿起來真的非常舒適 不管是春天啊夏天啊秋天都很適合 冬天的話就是外面再多加一件比較厚的外套 我覺得就OK了 是咖啡色的 他還有一件是黑色同款的 他最特別的他是喇叭褲 但是他主要的特點在說下面的喇叭有扣子 我覺得是還蠻有特色 就是小小的點綴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就不會讓你覺得說 喔 單色的喇叭褲 而且他彈性非常好 給你們看一下彈性喔 他彈性真的很好 他彈性是真的非常棒 當我穿上這一件喇叭褲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超級舒服 而且他有一種涼涼的感覺 而且穿起來也不會讓我覺得 很悶 因為台灣的氣候就是悶熱 他這件不會喔 他透氣度很好喔 而且他彈性真的好 我剛剛都已經示範過了對不對 我最主要呢就是希望買衣服 就是買百搭 後來又不退流行 可以穿很久 而不是那種跟隨著流行走 後來一下子那衣服就過季了 沒有人想穿了 不然就是衣服的材質不好 可能穿沒幾次啊就脫線了 怎麼樣破掉了 一分錢一分貨 我自己個人的心得是這樣 所以我會那麼喜歡曼杜莎 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材質 選用得很好 布料選得好 他的車工也做得非常好 他的版型呢也有特別做過設計 因為網路購物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說 我收到的時候試穿 欸怎麼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沒關係 官網購物呢 都會有免費一次的退換貨 那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呢 或是之後呢 曼杜莎有開其他的實體門市店面的話 也建議大家也可以去實體門市店面去試穿 這樣子會比較實際 你可以直接摸到衣服的材質 還有你直接去試穿到底適不適合你 我覺得曼杜莎是一個非常貼心 很用心在為女生設計衣服 因為他有分很多不同的系列的款式 有比較年輕的 有比較中性的 他也有比較OL風格的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做參考喔 如果你們喜歡這一次我的購物開箱影片的話呢 記得不要忘記幫我分享影片喔 還有幫我訂閱頻道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開啟起來 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